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但中博 有些事情提高不了警觉的 为什么 我们知道何欢三劲场上塞车 对不对 到了那个雪季 赏雪的时候 你大家都想尽办法要上去 要装铁链 不装铁链 铁链还被人家闲 被人家赶下来 他会塞车 但是現在聽說有一個山他也塞車了 是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屍體塞車 竟然有這麼恐怖的事情 真的太恐怖 你從來都沒有聽過有人去排隊等死的吧 可是剛剛那個畫面 已經變相的就變成是這樣子了 什麼山可以讓這些人排隊去等死 難道是摩山嗎 但是就是大名鼎鼎的喜馬拉雅山的 聖母峰 珠峰 你知道現在很多人 有些人登山的同好就講 用他的山的高度諧音來講 八八四八公尺 大家都知道嗎 說排排死吧 好 那我們先來看看原因是什麼 你去看看聖母峰登頂就那樣一條洋長小金 那個我們講的那個山極有沒有 你就只能演的那條路 我坦白說 這個很危險耶 觀眾朋友這畫面真的是讓人家覺得很驚悚的原因 是因為你上去跟下來的人 也是在那裡交會 換句話說 只能容納滋生而過的人 而這些人上去都要排一張照 以作為他這輩子的證明與紀念 沒錯 但他基本上是沒有路的 那只不過是一條山極線而已 那要不要排隊 要排隊啊 結果呢 死亡 就魔鬼就出現在細節中 死亡就是出現在排隊的細節 排隊 我告訴你 你會說排隊 台灣很多人喜歡美食排隊 沒錯 排隊有什麼 我告訴你啊 第一個他這邊氧氣濃度極低 第二他的溫度極低 你要怎麼樣在一個幾乎快沒氧氣 然後又沒有這個我們講的這個溫暖 像台灣這樣子 濕季孤孫的天氣 容易失溫的地方啊 結果呢 就真的有人就這樣子排著排著喔 他就突然昏倒了 倒下去了 倒下去之後還要靠人救他 倒下去之後他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來看這段畫面 來 這個呢 是一個穿藍黃衣服登山衣服的 是一個印度的登山客婦人 她叫做 是一個女性 普爾卡尼 她突然在排隊的過程當中 高山震發作 她就整個人四肢貪軟 就倒下去了 倒下去之後 剛剛有觀眾朋友看到 這短暫的畫面 這時候她的重量 對於另外兩個人來講 是絕大的負擔 左邊是不是有兩個雪霸人 我跟偶爾講 雪霸人是專業的 我們去登珠峰的時候 都會有私人祥導 那專業的這些登山團體呢 他會幫你安排 這個專業的雪霸人 在你必要的時候 提出協助 好必要來發生了嘛 他協助了嘛 對 那幹哥 我剛才講了 你知道下場是什麼嗎 什麼 抓不住啊 抓不住 因為他整個人已經昏死了 那你又抓不住 只有最後那個婦人 就這樣滑下去 活活死掉 變成一具冰冷的遺體 好觀眾朋友混混 現在這畫面是什麼 現在畫面是什麼 人 生要見人 死要見屍 落葉歸根 很多的登山客 死在上面 你說要把他孕下去是不是 當然要孕下來啊 OK 不過孕得孕不下來 還得看你有錢嗎 來 要錢啦 來 這四個雪霸人 是因為死者的家屬 他願意砸大錢 顧請他們 這段恐怖的畫面 恐怖不是在於說 這個罹難者的遺體 因為坦白講 他死在他最熱愛的興趣上面 對 其實此生可能也無憾了 恐怖的是這四個雪霸人 他們難道就不要命了嗎 是啊 各位曉不曉得 雪霸人在孕這一個 一具罹難者的登山客遺體的時候 其實我們本來以為 可能是靠雪橇或什麼 不過就是一塊帆布 縫布 那個塑膠布而已 這個完全靠人力 四個人偷對不對 那你知道這四個人偷 那這麼難 你登山一個人 可能都小命難保了 你還想要四個人去孕 遺體 這意思是他已經遺難了 但是要移動 他都是那麼的困難 要靠徒手人力 而且要專業 像雪霸人這樣 才有辦法把他運下山 那想必這個運費薪水 一定還很高吧 沒想到 來 關鍵開槓公布答案 運費的確很高 很貴 一具遺體這樣運下來 這樣 兩百多萬台幣 七萬美金 什麼 兩百萬台幣 但剛剛那四個雪霸人的薪水呢 一個月一萬多塊台幣 什麼 他一年大概就賺六千到七千美金 這中間的利潤跑去哪呢 這個剝削到哪裡去了 好我們就講嘛 這是絕大的剝削 剛剛你聽到我們說這個 他們有很多的登山團體 是 他們不是要讓這些人去登山嗎 他賺你錢啊 是 好他們就講 其實這一連串的 今年發生的登山客塞車而死亡的這個 因為現在剛好是登珠峰的一個旺季 他們說現在天氣很好 因為至少可以遠離暴風雨的威脅 但卻出現了塞車的威脅 那塞車的威脅 有人就講啊 就開始怪啦 第一個怪我們剛才講的這些登山的業者 第二個就怪 當地所屬的尼泊爾政府 來 我們先來講他們說 第一個你登山業者就天命的在那裡競爭嘛 招攬生意 對 結果數值呢 雪拔人你有請得夠嗎 對 然後再來 你開始消價競爭 消價 怎麼樣消價 本來一般這樣子去 如果有看過聖母峰這部電影的話 其實大概都是一兩百萬台幣起跳嘛 對不對 才能夠上得去啊 就是五六萬美金嘛 對 那有人拼到三萬塊美金 剛哥我就帶你去 剛哥你有三萬塊美金給我 我就帶你去聖母峰一遊 我告訴你 這樣突然變便宜了 便宜了一萬多美金 他品質一定會被削弱的嘛 是 結果現在就有專家出來罵 他們也罵尼泊爾當局 尼泊爾相關管制的這個 政府當局為什麼不管呢 對 你看這畫面 然後就一條三起線 排隊全部刪在這條路 尼泊爾管人潮 百貨公司都會管這個容留人數嘛 你竟然 知道尼泊爾政府當局這次 以口氣開放了幾張登山證嗎 幾張 三百八十一張 去想像三百八十一個人 當然不可能同時會擠在這 但如果就算擠一百人 你看那畫面有沒有一百人 三百多張這樣的登山證 你就可以招攬出多少生意過來 如果他天氣許可的話 不管是我們台灣登山客 全世界有這麼多希望能夠登頂一望 他可以留下他一輩子一生的記憶 誰不願意去呢 我跟你講幹哥 你看看你如果今天不是量力 你去你又喜歡找便宜的 只要三萬米金你就去 然後尼泊爾政府他們又很鬆 他們說比方說我以澎華幹為例 幹哥你今天要去 你是不是可能要去挑戰過 可能一些高海拔的一些登山證明給他看 你至少要專家認為說 你的體格跟你的訓練成績到一個程度 你想太多 不要 沒有這些東西 你現在趕快去醫院 叫醫生開一個身心健康證明給你 然後你就拿給這些登山的業者 叫他轉交給尼泊爾當局 你就也可以去登山 然後你再給他三萬塊美金 這是最便宜的陽春價 結果你知道你會遇到什麼事嗎 什麼事 你可能就在帆布裡頭了 鍾伯這個不是阿里山 這個叫聖母峰 你以為跑過全馬就可以去 幹哥我們兩個可能只是會騎單車的 我們就可以去 沒辦法 因為登山業者他就不把關 好 那結果登山業者他也有話出來講 怎麼講 他說剛剛你們看到那些可怕的畫面 都是媒體的渲染 那畢竟是少數啊 那尼泊爾政府當局本來就只能覆阿澤照 不然你還要他怎麼樣 管人數那也不是他在管的 管人數是你們這些登山客 自己要在同一個時間點一直跑上去擠 那要怪你們啊 還有一個你們如果自己本身像 我以澎華幹你為例的話 如果你是菜鳥 你菜鳥就不要來啊 你自己要來 又貪便宜 菜鳥又要來強出頭 意思是這個管制應該是要發自內心 要自動自發才對 所以縱貫我們剛剛看到那些驚悚的畫面 你會發現聖母峰不是人人可登 畢竟他是世界第一高峰 但登之前先看看自己的能力 勝選適合的登山業者 還有看到一堆人塞在那擠在那 你要是抗拒不了低溫 還有我們講低氧濃度的話 你就別在那兒塞換個日子去 沒錯 真的 我們知道竟然連登山都會塞車 而且你恐怕一不小心的話 裝備不夠或訓練不足的話 會在聖母峰變成一具冰冷的遺體 所以千萬不要輕易嘗試 但是講到這個嘗試的話 你知道嗎 我們在台北在大屯山山區 它底下有四分之一的 台北大小的岩漿庫 潘老師最近聽說 在龜山島下還有個更大的岩漿庫 比這個大屯山腳下還大1.5倍 是真的還假的 沒有錯 我們不是只有看這個攀登高峰而已 這個地底下的事情 我們也都很憂心 那其實我們在台北附近的話 當然就陽明山 那陽明山有它一些地質活動 對不對 小油坑 大油坑 還有一些冒氣的這個現象 我們都看得見 那但是它地底下到底是怎麼回事 結果其實我們中研院 有在那邊做長期的監測 結果竟然得到出來的結論 真的是讓我們心裡都非常的慌張 那其實我們大概也知道 這個我們這邊常有地震 所以有時候地震的話 不是會有這個P波X波嗎 就是Primary Wave跟Secondary Wave 那但是這個P波X波的話 有趣的是什麼 科學家沒想到竟然可以藉由P波X波 在傳遞的過程當中 偵測地底的狀態 這樣子 他們就把這個技術 運用在我們現在畫面上給大家看的 這個大屯火山群上面 那結果的話我們就發現 這個P波跟X波 其實就有一點像我們講的 這個波的這個重波跟橫波 那他們發現沒想到這個波 特別是X波在這個大屯山群 底下走的時候 竟然會發現好像沒辦法穿透 會有一些陰影的現象 然後可以穿透的P波 對 竟然會發現 好像會比較延緩的這個現象 所以他們得到一個結論是什麼 就是這下面蘊藏的大量的岩漿庫 而且其實還不是只有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波 還有什麼 我們說大屯山如果有心跳 這個聽起來很誇張對不對 大屯火山群彼此之間還會對話 這聽起來更怪異嘛 來我跟大家解釋 這個都是科學文章裡面講到的 不是我們胡州的 那什麼叫做所有這個心跳聲 因為沒想到它這邊 會規律又持續的發出一些震動 而且大概18分鐘或一次 對 沒有錯 而且還會持續很久的時間 那這聽起來就很怪 怎麼會有這種固定 這個台灣的心跳聲 那另外還有什麼 它其實就會有那種 重複性的互相的聲音的震盪 例如說我火山群當中有很多山 你發出個聲音 他發出個聲音 你發出個聲音 我發出個聲音 他們把這個叫做火山對話 中擇音樂 有些人打國 中擇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